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10月18日 星期一 星期一就多一些新聞 我們隔壁台鋪了鄧曉詠的媽媽 錄音出來 都要先說它 現在開始 觸發港府前年修訂逃犯條例的台灣殺人犯案 陳同佳 自前年10月因為《細黑錢案》出獄後 資金還未回到台灣自首 近兩年一直居住在警方提供的安全屋 協助他的聖工會教省 神棍管號名 申請附台的簽證不成 早前我都說過了 他三個月前已經離開了安全屋 住在深山 免費吃飯 又胖了 現在警方全面撤走保護他的人 表示陳同佳已經回復自由身 案中死者 的媽媽潘曉榮 的媽媽潘太 今天 18號就透過網台主持人 即是隔離台也說了 鱷魚那邊 透過網台主持人發放最新的錄音 説誠意邀請 陳同佳 管浩銘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警務處處長蕭澤宜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以及立法會議員周浩鼎 這個潘太榮的媽媽 最初就是因為他去了找民建聯的李慧琼 和周浩鼎 所以搞得 觸發了逃犯條例 如果他找 民主派區議員或立法會議員 未必出事 就未必有這個逃犯條例的 約了我上述講的人 希望他們在星期三 即是20號 11點鐘 在政府的 政府總部外見面 他說 面對面問清楚 並稱已經準備特別電話 要求陳同佳在管浩銘的陪同之下 去到台灣當局 致電台灣當局頭 我不是去到 首先打過去 鄧炳強就表示 局方在事件上是沒有角色的 就說陳同佳服刑之後已經是自由人 都要過 正常的生活 即是政府就 不會動 陳同佳那邊的 陳同佳要是自己過去 政府就不會 他對潘曉榮的媽媽 我叫他潘媽媽 有什麼幫助的 潘媽媽表示 當日會準備一個特別的電話 電話裡面再有 致電台灣 投案的號碼 被殺手 殺人兇手陳同佳 即場打電話去投案 好像當日陳同佳在管牧師陪同下 在香港人面前承諾投案一樣 現在就要投案給全香港人看 潘媽媽也提到 她日前就說 她擔心陳同佳會殺了她 警方至今都沒有聯絡她 你可以自己去報警 關注其人身安全 她說警方沒有關注其人身安全 潘媽媽逐指 中聯辦主任 駱惠寧經常關注基層市民 認為既然政府沒有能力處理事件 希望駱惠寧抽些時間協助和解決事件 指陳同佳出獄差不多兩年了 不想再這樣無了期拖下去 潘媽媽認為無需回應近日保安局的說法 即是剛剛他調查鄧炳強 拉你國安法 認為香港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又說我們潘家從來沒有收過台灣 的賠償 我們沒有資格申請這些賠償 又指台灣政府一早公開投案電話給香港警方 管浩鳴 陳同佳和他父母 但這麼久都不去投案 只是這個藉口 鄧炳強接受這個電視訪問的時候表示 陳同佳在香港所犯的法例已經復了刑 形容他是一個很願意希望回到台灣承擔聚責的人 他又指陳同佳也要正常生活的 被問到潘太希望跟陳同佳直接對話 保安局會不會從中協調呢 鄧炳強就說 保安局在這件事上是沒有任何一個角色的 一個人 是不是願意見另一個人 法例上是沒有這個要求的 吹冷象吹冷象 被記者問到 被記者問到會不會 聽潘太說周三會去政府總部外 呼籲陳同佳自首 到時會不會有政府官員出席 林鄭就沒有回應 就走了 她心想 真是搞到 出事了 遇著過局 她媽媽又這麼硬 又一直出來搞 我們對潘媽媽致敬 為了自己的女兒伸張正義 拿一個說法 像楊佳所說的 你不給我一個說法 我就給你一個說法 特別要講講教棍 謊人 管浩明 她今天回應不會出席的 她說相信大家都清楚台灣方面暫時不同意 簽罰入境證給同佳 回去台灣自首 又說台灣律師去年年底已經代表陳同佳向有關 部門表示回台自首的意願 暫時就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這個教棍 我不知道他 這傢伙神棍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他是想怎樣 大家 你覺得這傢伙是想怎樣 他真的想跟陳同佳自首 還是是不是有什麼 政治利益 還是有什麼特別的利益 我暫時想不到這一點 但這傢伙很討厭 我討厭 管浩明 特首林鄭月娥發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之後 接受星島日報的訪問 提到2019年爆發這個反修例運動 他說有幾困難 你們應該知道的 如果採用內地官場的說法 自己已經 填哥初 挺過去 內地官員經常見到我 都說 特首 你填哥初 他沒有跟你說 抄電話 他沒有跟你說嗎 對於訪問中 被問到 會否覺得自己挺不下去 林鄭說已經忘記了 最困難的時刻 我都天天上班 你不上班有什麼做 你都沒有朋友 他又說自己睡到覺 因為當你問心無愧的時候 就睡到覺 至於他的任內有沒有遺憾的事 林鄭說不想回答 因為我是一個老實人 我不可以亂回答你 林鄭再次提到 全靠三方面的支持才可以 填哥初 其中第一是中央的支持 第二是她對香港市民的承諾 我是一個好守信樂的人 我是好守 我是好信守承諾的人 林鄭要這麼說 抄電話 她真的這麼說 她說她是一個很信守承諾的人 第三是家人的支持 她說當時2019年下半年 這樣的環境 一般血氣方的 一般血氣方公的人 她不知道頭不知道路 都可能 會懷疑她媽媽 你是不是對的 你當然是錯啦 林鄭說她自己獲得家人的無限信任 默默支持 你老公不信任你的 快要跟你離婚啦 對於會不會爭取連任 她就 繼續拒絕回應 她說你再問我都不會回答的 她同時拒絕回應 會考慮哪些因素 她說 不回答 我所有都不回答 林鄭要這麼說 其他我也不費力 說她那些 濕地保育的 大家都不喜歡聽 我想 城大學生會前外務副會長 少南 昨天在希臘 雅典衛城被捕 他涉嫌和一個藏族學生 在衛城的鐵架上 分別掛有 江時旗 和代表 代表 藏獨的 雪山獅子旗 並呼籲 明年 杯葛北京的 冬季奧運會 雅典警方 接報到場 捉了兩個人 事件就擾讓了大約10分鐘 根據美聯社昨天的報道 22歲的獅子戶南 和一個18歲的藏族學生 以付費顧客的身份進入 雅典衛城 他們爬入一個 鐵棚架 試圖拉起橫額 有保安上前沒收 之後兩人分別舉起江時旗和雪山獅子旗 並高叫藏獨 口號 並呼籲 No freedom No games 等口號 我讀出來 我以為太深 不讀 不過我懂得讀 這些口號 並呼籲杯葛北京舉行的通貴奧運會 但是 雅典警方 就將他們到場拘捕 我看到有些五毛留言 又說外國很自由 又說什麼什麼 那他這個行徑可能在當地這個地方做是不行呢 他在街上不會無緣無故被人拘捕的嘛 扭街五毛 吵你老母 過來留言吧 賊頭 大家記得幫我痛擊五毛 下面留言板如果見到五毛 麻煩麻煩 灣仔食市這間檳城蝦麵店 早前在他的Facebook專頁 就出帖 說16號 給食環署巡查 其間一個食環署人員就表示收到投訴 指該店印有反政府的字眼 又表示會轉介這個相關部門跟進 之後就會有所行動的了 這個賓城蝦麵店就否認指控 並指 恐嚇式的投訴是不會作到任何的作用的 賓城蝦麵店在Facebook就說有食環署人員到店內調查這個防疫措施 並稱收到投訴紙 店內 未展示安心出行的QR Code 店方就說實情是同時已經在很多不同的位置貼上這個QR Code 店方又說 食環署人員表示收到這個投訴紙 食市的單張或者單據印有反政府字眼 已經轉介相關部門 我想保安局或者警察部 應該保安局比較大 之後就會有所行動的了 賓城蝦麵店就否認指控 並於貼文中展示兩張收據 反問 大家覺得圖中的單據上 哪方面是有所謂反政府呢 又稱國分店已經被各部門關照過 表示口供都錄過三次 我說他們那些所謂反政府字據 蝦兵仔香港仔齊上齊落 香港人齊上齊落 蝦女郎 煲底的蝦湯最鮮甜 還有一句就是監管之人 誰人監管 那我是完全看不到 有什麽反政府的意圖或者意思的 如果你們 我就真是看你好想看你怎樣抓人 保安局 警方如果有證據就立即去抓他 是不是 我支持執法啦 我真的很想明這三句 怎樣反政府 好多謝 2019年6月12號612 一名速龍小隊在金鐘近正義度驅散示威者期間 向多次表明身份的商台記者同時 大叫 記你老母 及後有警員用警棍追打該名記者 投訴警察課事隔兩年後 完成調查 根據商台同事的報導 裁定一名警務人員 不禮貌地向記者說 記你老母的投訴有足夠可靠 有足夠可靠的證據 投訴證明屬實 會作 適當跟進行動 至於記者被警員以警棍毆打 警方則指影片未能詳細記錄事件 或者顯示警務人員身份 真是屌你老母 審視警方記錄亦未能確定被投訴人的身份 投訴列為無法追查 就是屌你老母的那個啦 糟糕 我想都想到啦 有沒有搞錯呀 這樣 大家說是不是 屌你老母 真是被一吹想張 大家明不明白我說什麼呀 即是有一個人 打記者 一直跟他說記你老母 那是不是說記你老母的那個呀 他現在說查不到 誰打記者 但是查到誰說記他老母 我真是被他吹想 商台同事我有空找你 成品書店出售的台灣書籍 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 昨天被大公報頭版批評是美化侵略者 為侵略者粉飾 據報成品已經將香港這本有關的書籍下架了 根據這個獨墨電子書這個網站簡介 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一書 挑戰一九零零年 八國聯軍之戰乃各此的史觀 他說反指 八國聯軍 這本書說的 八國聯軍是一場救援的行動 而不是侵略的行為 當時的中國百姓大多都是感謝八國聯軍的佔領行動 就說辛丑條約 不是戰爭的和約 而是賠償的合約 而八國聯軍也都間接導致了 共和中國的最終誕生 該書更稱八國聯軍是因為一個人道危機 而不得不興這個仁義之師 聯軍就攻佔天津北京 解釋領館之為 平息暴亂 整頓治安 權匪 即是說二和團的紅色恐怖 清廷的滅羊 塗目 塗謀 塗綠 塗綠方告終結 社會先由亂入治 就像我們政府那樣 由亂轉安 經歷過這個黑暴之後 至於大家怎麼看就你看了 現在反正都下架了 不知道說法 是否拘捕人呢 我就想知道拘捕誰 拘捕作者 還是拘捕成品 整間成品封了 民建聯郭佩帆怎麼說的呢 我就 免得說啦 因為他們都是說廢話多啦 民建聯陳克勤 又說散改歷史 這樣那樣我亦都不說啦 陳克勤 郭佩帆 這些都是廢物 對 今天就這麼多了 看了一陣子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那一條不知什麼 做什麼政制副務局 副局長那個不說啦 他原來之前做過附警的 督察 找不到什麼好笑的東西 好啦 今天就這麼多了 記得按LIKE 看廣告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SHARE 訂閱頻道 月輝贊助 多分享出去 麻煩你們 好啦 幫我通緝五毛呀 屌個老闆 我今天不斷屌那些五毛 好不好 好啦 明天再來 拜拜